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们今天在戏剧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着急的母亲 因为孩子是 她受伤了 但是她竟然选择好几天不见 原来她去找钱 我们真的要好好地来探讨一下 那我们就要来欢迎我们最资深的领队 领简妇美 师姐 您好 爱真师姐好 导演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我们的可爱的导演 王重镇导演 您好 爱真师姐好 各位全球大爱观众的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看到了演这个 非常伤心的妈妈是我们的张琼芝 对 那她其实在这个戏剧里面 她也只是来一集而已 两集而已 来两集客串 对不对 你怎么会一讲她就来了 而且演一个几乎是哭到崩溃的母亲 因为我之前有一档戏有跟她合作 在中式的有一档戏 我跟她合作 合作很愉快 她跟我拍戏很高兴 她说你下次再拍戏一定要找我 后来我请制作人 那时候我也 因为我没有空打电话 请制作人打电话 说是我的戏 她说是演什么 她讲完 听完之后 她说她只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哭泄 希望不要超过两次 因为她其实是哭到那个 对 整个人都冲去 然后甚至于要昏倒的状态 对 对不对 我跟她说没问题 所以其实演的是很真性情 环境上给她去演出来 包含她跪下来 对 全部都是自然的 淑娟姐当时的反应 是 医生的反应 是 全部都是 都是现场全部都 都是在 不是刻意说去演 你没有事先帮她们做好安排 而是就是这样一个情境 让她们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因为她会一直加 好的演员到的时候 会一直在加 一直加 她会一直让这个戏往下延续下去 那我只说我大概的位置 她走位走 走完的时候 我会告诉她哪里的时候 你们可以去互相看的眼神 什么什么 那走完几遍的时候 摄影师她们全部都了解 因为我们那时候当时 我记得好像是三机拍的 那个镜头是三机单机拍的 然后用了不同的镜头 然后玩的时候 我有告她们 她们的限制因素在哪里 这样 然后玩我们先 我记得她们这个戏还没有 我还排都没有排 我只交付都来把词顺了一下 大家顺词 顺词的时候不用带什么 太多的感情进去 对 因为我怕她太累了 对 因为那个哭戏 很累 很累的 真的很累 我都很清楚 所以我说你放心 我说因为你太了解 我会让你很 应该是很愉快地演完这个戏 张琼姿应该演完她整个情绪释放得很舒服 很舒服 然后后来离开的时候她 你知道她不是她玩的时候她跑出去吗 她跑出去那个戏都是一连的 连续来的 都是连续来的 后面我补了一个第四个镜头 补在那边等她 所以她跑出去 不是跑出去的时候 那个情绪是连的 后来让那个淑娟也走出来看她的时候 我觉得她们那么好的演员 就累积这么多的能量 她就那个当下的那个版本 最漂亮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很漂亮的一个安排 因为导演他每一集戏几乎都会用 这个你们去看到了病人的状况 然后触动了你内心 你回想到你从前 因为这个妈妈讲的一句话很重要 我不能看他 我怕我看了我就走不了了 因为我还必须要去赚钱 对不对 我走不了了 我这个孩子怎么办 他需要医药费 对不对 还有后续好多的费用 那因为这样的触动回溯 你去理解到了 原来你的父亲其实 当时不是这么狠心 而是他可能有自己的为难之处 没有错 其实后来我也感觉说 爸爸真的是很爱我们 对 他当初真的我很恨 而且他丢下我们之后 还在起了一个寂寞 是 我们还是继续被内带 所以我后来 我对爸爸更爱爸爸是怎样 结果他跟那个寂寞就两个人吵架 寂寞就走了 就出去了 我才第一次真的发现 原来爸爸是爱我们两个姐妹的 是有很维护你们的 对 对不对 没有错 那这样子的一个触动跟投射 这个是在心理学上面来讲 它是一个流程 那你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 而且最棒的就是说 因为触动 然后投射 自己回去想想自己的童年 而产生了理解 还有转念 我一直希望他有点戏剧治疗 他有 他非常的有戏剧治疗效果 所以我在拍那个回忆戏的时候 其实就是当下 其实我只有抓了 就是富美思姐 淑娟姐 她们的反应症 我在拍的时候其实 我就想说 大概这个take的镜头到底是什么 我就抓到职业就跳回到她 那个反应了 所以我是直接就这边 就职业下来拍 其实已经在拍的过程中 已经剪完了 这样子 边拍边剪 不是 就是我已经想完怎么讲 你自己的脑袋已经都已经知道 我要剪辑是什么样的安排了 因为剪辑是跟我很熟悉了 所以她大概知道我会在哪里动到 会把它卡掉 就像我们演久了 我们也知道你这一块 大概会帮我剪掉了 对 没错 其实导演他这样子 他刚刚才讲到一个重点 戏剧治疗 因为这个戏里面完全有达到了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疑惑 因为我们从这个戏剧里面 我们就看到了 就是张琼子演的这个妈妈 她其实是有经济的困难 那以你们医疗志工 在第一线发掘了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在看到 剧中的妇卫师姐 有去了解她以后 有提供她 就是说我们可以帮你申请 申请补助 也不是我直接 因为我们了解 建议她是不是 了解之后 了解到实际上 她的情况是真的需要帮忙 第一我们就会报社工 要报社工 让社工去介入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有这样的一个程序呢 因为大部分病人 就是都很信赖我们志工 信赖你们医疗志工 他不敢去跟医生讲 也不敢跟护士讲 然后护理师他也不知道 怎么去处理 所以第一 他们第一一定会想到志工 好 所以这是大理病人可爱的地方 什么时候他会再跟人讲 他把志工就当作他什么话都可以 可以倾护 心事 对 我觉得大理的医疗志工 就像是一个黏着器 对 黏着器 那时候也会感觉这个特别深 对 你自己在拍的整个过程当中 这个情绪感受是很深刻的 对不对 这医疗志工在那边不是只有说是 做服务而已 不是做工而已 也不是做工而已 他发挥的功能是很大的 对 没有错 那么因为刚刚导演讲了一句话 真的很好 就是我希望这个戏有达到戏剧治疗的效果 那我们这个戏的主轴就是四大美人 用四大美人的这个故事跟病友之间的互动 而产生到了一个触动 回溯 然后去理解还有转练 这应该就是这四个女人的故事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我们的编剧 吴又珍他来跟我们分享 他为什么会要以这四个女人为主 来发展这样子的女人的故事 我们这个戏呢 因为有点女性很女性的一个电影 我们主角全部都女生 然后很多人问说男主角是谁 没有 我们这里面全部都女性 师姐好 现在是要一对一座吗 对 对 对 今天是一对一座 那是一个相亲节目的概念 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我会一直想到我阿嬷 我奶奶 因为我奶奶的那个时代 其实也是过得非常的辛苦 那那个时代的女性除了 你要出来帮忙赚钱 那你家里面还有公公婆婆要照顾 然后你也有小孩子要照顾 那你其实是身兼多职 你应该穿什么女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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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穿什么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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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样一种 关于富美师姐 我听其他人在讲 她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 她不善于表达自己 她其实早年的时候 经历过家里面差一点要破产 然后她变成说 她必须要扛起这一个家 康兰师姐我记得是在 第一次采访的时候 她虽然一开始我们大家聊得非常的开心 可是一聊到女儿的方面她哭了 因为第一段婚姻失败的时候 小孩子其实是先放在福家 然后她对女儿的那种心疼 她却又没有办法告诉女儿 这整个故事其实是一个 女人当自强的故事 因为我觉得这四个女性的角色 她其实背负着 她们自己都各自有家庭 那自己有的也有自己的事业 那她们其实是在这么辛苦的状况之下 她们其实也渴望一种叫做自我实现 对她们而言就是人生的另外一个舞台 我在这边找到我人生的另外一个价值 就够无碍遇 到 感恩 赖佩礼 到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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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